Tasko Honjo 诺贝尔医学奖揭晓 由来自美国的爱丽森和日本的本书友 共同获得 两人发现免疫抑制 因此为癌症治疗带来重大突破 他是把人体里面的体细胞的刹车放开 然后让人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能够去针对癌细胞做攻击 所以他治疗的方式是利用 施打这种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 来活化人体里面的体细胞 过去化学治疗或标靶药物 多数都是直接针对癌细胞无差别攻击 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特色 则是让自身的细胞去做抵抗 在7到8年前就已经临床证实 对黑色素瘤有明显成效 后续研究也发现 相对肺癌 肝癌 头颈癌 也能提高患者存活率 相对于标靶跟化学治疗 现在大部分都是 有健保给付的状态之下 当然免疫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会比较贵 三个月会看到到有没有效果 因为不是每一个病人 对这种免疫疗法都会有效果 大概是十几%到20%左右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的专家都会去考虑 这种免疫疗法 目前用在第二线治疗为主 仅有皮肤养或影响甲状腺功能等 比较轻微的副作用 健保署在8月 也通过将黑色素瘤免疫疗法药物 纳入给付 最快12月开放申请 大爱询问黄一姐李建宽登印中 台北报导 老人家肠胃不适 千万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